好来看到嘉义行善团一行24人在理事长徐文志的带领之下 8月25号下午特别是来到花莲关切 新农兵桥目前的施工现况 而市长魏嘉贤则是一路陪同 除了再度向嘉义行善团表示感谢 也期盼新农兵桥在明年的8月可以顺利同车 由嘉义行善团出资新建的新农兵桥 目前正在进行桥墩集装工程 为了关切最新的施工进度 嘉义行善团除了会定期 透过花莲施工所来了解之外 25号下午一行人也专程从嘉义来到花莲实地会刊 市长魏嘉贤协同主任秘书翁美华 建设科长徐国成一起到现场来会刊 那我们希望说在公共工程的施作品质 都要求能够达到一定的安全性 也达到政府的标准 那来开放给民众使用的时候 不仅让机关能够安心 让民众使用也能够放心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今天特别谢谢嘉义行善团 那大老远的来这里来做相关的关心跟了解 那也要特别谢谢行善团所拨付的相关款项 来协助我们桥梁的一个新建 在此要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他们 那也希望桥梁完成之后 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有更多的便利性 在这段时间也许会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但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共体时间 农兵桥从去年7月封闭施工之后 先是由台电自来水交通号市的单位完成管线迁移 再由施工厂商进行挡道挡水设施及玉立梁等施作 而目前12根玉立梁混泥土的胶柱已经完成 正在进行桥梁工程最重要的桥墩基桩 施工进度达到31.79% 比预定进度22.88%超前了许多 我们嘉义市嘉义行善团 我们非常的支持 让我们新农兵桥的工程 能够如指如实能够来提斗来完工 那么我们也能够希望 透过这座桥的一个开始 那么能够让嘉义市嘉义场跟花莲市这边更能够紧密的结合 让我们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 为我们的地方 我们能够创造更多关心我们地方的事务 那么我希望这座桥 未来我们能够再增加一些我们地方美学的元素 所以说这部分我也会跟卫市长再来做一个商讨 怎么样把这一些美学的元素我们再带进来 让我们这座桥在花莲这样的观光圣地的地方 我们也能够选要这个民府起始 能够做一个互相的一个结合 新农兵桥是嘉义行战团在花莲新建的第四座桥 也是嘉义行战团编号第558座桥梁 总工程经费4500万 桥梁长路有80公尺 桥宽10公尺 桥梁主体预计在明年3月完成之后 接续由花莲市公所执行引道市座工程 最快明年8月份就可以通车 嘉义行战团 战 借许立群华联市报道 确实提计无意义行战团 令群华联市 bet oportun